喔喔喔喔 產品 OK 35塊 嗯 Not bad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 今天呢我要來拍一支產品便宜到很可怕的影片 全臉用一些便宜到一個會讓你想要思考一下的東西 那這就是一個類似我來用你們就不用用的一個概念 就是這些東西呢便宜到我覺得上一臉上有一些些危險之處 我覺得我怕OK 你如果不怕你的臉沒有什麼過敏啊臉很堅硬的話你想用也是可以 但我這個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還是建議大家要買的話去買一些有品牌保證 有一些你知道經過很多層層把關的產品對身體比較好 但話就先把那樣講完我們今天就是還是要來拍支影片 我自己個人在蝦皮逛的時候就逛到 蜜粉好大一罐39塊 然後腮紅好大一盤也是39塊 然後粉底好大一罐59塊 唇膏25塊 所以這一切都讓我覺得so curious 非常好奇非常想試試看 我要去找個項鍊來戴嗎有一點小空 OK為什麼是珍珠呢是因為他離我最近 然後我就戴起來 不知道現在審美觀這麼的大眾 你能說這樣不好看嗎我說好看就是好看OK 那我基本上買了整臉的彩妝 我自己有讓自己不要買太多 因為這些東西我沒有想要買很多的意思 我不會想包色 每一個品項我就是買一個 到現在我都還是沒有拆開的狀態 所以我們一起來配箱吧 By the way 喜歡我的頭髮有看起來這樣嗎 我最近覺得我這樣看起來真是還不錯 只是這邊剛剛夾的時候可能夾得不夠久 所以稍微比較平了一點 這邊夾的時候夾得比較認真 總之呢如果有喜歡可以讓我知道 因為我也可以讓你們變得這麼漂亮 If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總之啦這樣子的彎度有沒有喜歡 喜歡留言 今天是4月23號 就是一整天都有點地震 搖得很開心 所以我們家Coffee非常的害怕 不讓我睡覺 轉晃7點就不知道叫醒 Anyway 一枕箱的東西 然後裡面這張 是我們的產品表 Very good 而且價錢也在這上面 不錯 我買了13個東西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影片一一介紹吧 首先首先首先是妝前乳 我有買妝前乳嗎 有有有 我有買妝前乳 嚇我一跳 而且這個包裝還有點重 來這個是水感透亮隔離霜 品牌不確定 May create 這個品牌不用很認真 因為這個東西是多少錢來的 喔它偏貴 它79塊 就是有可能可以買得起一個 比較便宜的便當 OK 79塊讓我不知道為什麼安心了一點點 應該不是這樣子去評斷東西的 包裝 蠻扎實的包裝 還不錯 喔我看到 喔頭頂是金色 喔喔喔喔 嗯 也沒有很高級的感覺說實在 這個蓋子可以感受到 滿滿的便宜的感覺 就是沒有差很多啊 它的瓶身呢 這個玻璃是滿有質感的 但是它的瓶身到處都有一些 運送過程中 就是這邊一點黑黑 那邊一點黑黑 到處都一點黑黑 壓頭的部分也是 模具沒有做得很好 到處有凸一小塊 Anyway 反正就是我們看得到79塊在哪裡OK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妝潛入 我就是買紫色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最近就是 知道自己很泛黃 所以需要紫色類的產品 OK 噢出來了 啪 跳跳虎 那這個呢摸起來 水水的 有一點點奇怪的小顆粒在裡面 不多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 手上原本有的髒污嘛 它叫做Water Sensing Brightening Primer OK 這支影片我很認真 不是要來搞笑的 沒有補到水的感覺 它就是有一層東西到我臉上 但通常那種比較保水的 你看完都可以看到我臉上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光澤 但是這個沒有 你可以看到那個一點點 我的臉原本就有的光澤 不好說說不定它是控油的嘛 雖然它就只是說水感透亮 What can I say 我現在整臉就上完了 我是應該要有一邊臉 有上面有一邊臉沒上 Anyway Don't care Really don't care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有這個 傑芙提大師造型持妝粉底液 從包裝你們猜得出來 它在致敬誰嗎 看得出來嗎 那我們看內包裝 內包裝看得出來它在致敬誰嗎 其實我這樣一看我總覺得有致敬兩個牌子 但是Anyway就是傑芙提我買的 今天的粉底液 欸其實這個包裝 這個塑膠殼的部分做得很很cheap 就哪本人 就很很 這個是扎實的塑膠包裝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連塑膠都有所謂的 比較高級一點的 跟比較便宜一點的 但是我總覺得你們要親自摸才看得出來 就是它的切痕啊做工什麼東西之類的都好很多 我也不知道我拍這支影片來 可能就是拿來比較一下 但是如果它東西很好用的話 然後又有通過什麼基本檢測 不會傷害皮膚的話 那也是不錯 那這是裡面的鴨頭 還是有鴨頭的耶 聽說鴨頭滿貴的 好 擠出來了 兩坨 它這個是象牙色 好的它是這種就是蠻固態的狀態 那麼我們就來try it 我們刷子沒有要用便宜的好嗎 刷子要用厲害的MAN老師的21號刷 我還沒有用手摸 用手摸摸看 沒有太多特殊的感受 所以沒關係我們就直接 喔 喔很香 有沒有到很啊 那味道並沒有到我討厭的感覺 所以 so far so good 不好意思 我們MAN老師這支刷具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遇到這個粉底目前是覺得刷痕不斷 因為它本身可能裡面的粉質地就沒有那麼細 所以比較容易產生刷痕 我們可能要轉移陣地到粉撲的部分 oh no oh no 它也沒有說保水不保水啦 它叫什麼lizer再一次 持妝粉底液 服貼不假面 清透持妝 有清透嗎 我得說遮瑕度沒有很好 這件事是蠻清透的 而且我這邊只有上妝前乳 但是這邊是有粉底液狀態 但是看起來是不是有一點點差不多的感覺 沒關係 我們用這個疊出它的遮瑕度 我這支影片會有很多負面的訊息好嗎 那如果你們看了覺得很負面的話 那我們點開這支影片 ok 就是不用在下面留什麼留言 好像我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 ok 沒有這回事 欸等等 用粉撲之後那個遮瑕度挺好看的 what 等一下 必須用粉撲的粉底液 我可以 這個遮瑕度我可以 質感 就是浮浮的 就是浮一層在臉上的感覺 但是不是到超浮 稍浮貼 好嗎 稍浮貼 哎呀 手好痠 好喔 就是很浮 okok這樣比較正常了 sorry 我們來仔細的看一下妝感 看得出來它就是浮一層在我臉上嗎 應該不用特別解釋 反正這支影片就是我真的忽然間逛到了 我就覺得我好好奇 這個幾十塊的東西用起來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here I am 順便也娛樂你們 對於這個主題有被娛樂到的人 請現在就按下讚 然後留下沙拉的貼圖跟money的貼圖 okmoney 沙拉以及money 讓我知道你有看到這邊 雖然這還很前面欸 接下來這是遮瑕膏 我遮瑕膏是不是偷買的比較多啊 對我遮瑕膏好像買了兩個 好 這個的話 這是PLPL 之前我好像有用過 就是之前我們拍蝦皮的一個彩妝排行榜 它現在這個彩妝排行榜不見了 但是我拍那個彩妝排行榜上面 也有很多這些便宜到提眉毛的產品 PLPL是一個我很常看到的品牌 然後它東西都做得還不錯 我就很好奇就買了 這邊還有一個提亮液 Lamela 色號是02淺膚色 剛剛這個粉底液59塊 59塊的粉底液各位 然後再來我要用的PLPL遮瑕膏 吃28塊 好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 遮瑕粉底液 13塊 13塊 合理 13塊合理啊 為什麼不能13塊呢 上在眼下 我就直接上囉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13塊我還在 浪淚這件事情 墊進我心裡 你說會有遮瑕痘嗎 我們先上這邊 我這樣看是有餒 是有是有 我跟你講之前拍這些便宜彩妝影片的時候 之前有找到幾個真的還蠻好用的東西 到後面都有點想要忍不住常用它 但是因為這些品牌跟什麼東西之類的 無法替他們掛保證 所以我不會想要特別的推薦他們 盡管他們好用 遮瑕怎麼沒有到差欸 看一下我兩邊 沒遮有遮 13塊已經不是Nabe 13塊是Very Good 就像我說的 真的不知道他們有通過什麼檢測 反正我現在就是 對於這些未知品牌 我沒有特別去查他們的一些詳細資料 跟他們有沒有通過什麼樣的檢測 我今天就只是單純的 在蝦皮上面看到它有夠便宜 它敢賣 我就敢買 然後買來玩玩看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PL PL我剛剛說的這個遮瑕 這個顏色應該是比較打亮的顏色 這蝦都感覺一定是有的 看起來質感好像不錯 目前這樣子刷兩下的感覺了 還沒有上臉上 我們都不知道 喔唷 摔一點中間的顏色 好這個底妝跟下面那個底妝 今天有點打架 但是遮瑕度還是很好 現在看起來就是除了 像我剛剛說的 就有點微微的浮在臉上的感覺 就是沒有到很吃妝吃進去 浮貼到一個不行 但它就是浮貼有在 你們能懂我的形容嗎 真的很難 我們再一次拉近 這個東西真的是要看本人 才看得到我說的 篇幅的那個狀態 但是除此之外 是不是看起來不差 我真的這麼說 就是不差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進入蜜粉 蜜粉的話我們有這個 看得出來它是致敬誰嗎 好啦我不問了 今天的許多產品 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們都要致敬別人 像我剛剛在用這些 沒有難用到不可思議 所以其實它們在努力一點 可以創造自己新的產品 做不同的包裝 不用致敬別人 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OK 就很怕這個冒犯到任何任何人 但Just saying 好我們就來看 這個好不好用就好 輕透控油絲柔蜜粉 39塊 very cheap 裡面我要先 欸有個寶寶肺子粉 在那個味道 我就來用一個絨毛的粉撲 欸我不知道放哪 我就是把它倒在手上 就這樣 就我有別的東西可以弄 但是我總覺得手也不是不行 反正蜜粉我等一下手拍一拍就好了 然後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它很均勻地拍到 我的粉撲上面 現在要定眼下之前 我先把剛剛的底線 稍微帶掉 好 我倒是沒有買 蜜粉餅 剛剛那個粉可以再來 一樣 寶寶肺子粉 感覺滿滿 好大刷子 把魚粉掃掉 OK Let's see 蜜粉的表現就是蜜粉 好眉毛把弄弄回來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進入眼影盤 我這邊有Dicaru 這個排版 這個包裝 好的 多少錢 35塊 這個只要35塊 什麼意思 怎麼可能呢 扎扎實實的那個廉價感 對不起 這個你們從相機裡面都看不出來 你們只會覺得我是個hater 因為我一直在嘲笑他們 但是顏色其實還滿好看 這個味道這麼點奇怪 這個色號是03號 牛奶拿鐵 那我先刷色 你們應該知道我是刷色大王 刷出來每一盤也一盤都會看起來 真的還不錯 oh no no 顯色度真的不夠 但是你們也知道我常說的 上到眼睛上才算 來吧 on to the eyes 第一個顏色感覺用誰都可以 而且顯色度不太夠 我就來挖這個 比較偏暖的顏色 而且我是用挖的 ok 用挖的有顏色的好嗎 好嗎 好嗎 看起來不是差的 ok 顏色比我想像中的再更橘一點 所以是有顯色度 挖的有顯色度 那就是ok 這個溫染度也不差 但這個顏色很淺 如果它很差的話 那真的是太糟了 淺暖色 ok ok 臉上都是掉粉 Let me 把掉粉刷一下 ok 眼睛下面現在開始乾裂 都跟大家報告一下 是不是 那我們來進入一支小隻一點的刷子 不用同一個顏色 這刷子真的是好好用 MAN老師的07號 抓色度跟著色度 Holy 好那我的話就要來用這支刷子 來上最深的顏色 Hopefully 上得去 唉唷 是不是有顏色 對不起我們今天是刷子厲害還是 眼影不差嗎 我真的 I can't tell 現在看起來 遠看 看起來很像就是一些 不錯的眼影盤 可以畫出來的妝 對吧 不糟 真的不糟 但接下來亮片的地方 我有點擔心 那我就直接先摸這個 也是要用挖的 挖到很多 喔 欸 damn 上得去 喔 顏色有上去 喔 阿阿阿 這是因為用手指 所以就是不好控制 這個錯誤是我自己犯的 所以跟他們本身的質地 沒什麼問題 有上去 它不是那種很閃的亮片 很奇特 我現在上去它就是 顆粒很大塊 這個亮片也沒有到很好控制 你下面黏著度如果很高的話 一個不小心就容易失手 這是我得說的 但是這個顯色度 我只能對於原本以為會什麼都沒有 現在我只能說我很開心 它很多什麼都有 那個亮片沒有辦法上得非常的完美 因為它本身質地就是沒有那麼好控制 它是碎碎一塊塊的 一碰到就黏住了 然後它的好處可能就是真的很黏 但是就很容易出現一些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 像這樣 但這些只要它是淡色的眼影盤的情況下 其實都還算是可以接受 因為不會到很明顯 That's it 還是想要摸摸看下面這一塊 我原本以為這一塊是我們裡面 最漂亮的銀索色有沒有 就是手指摸我就覺得 very pretty oh very very pretty 有欸 有沒有 這個就是有光澤 我在說的 然後你看這邊 其實沒有光澤 但你可以看到有亮片 但這邊 這個是光澤 怎麼辦這眼妝 not bad 眼妝真的是 not bad 我的天啊 好 那我們有買眼線筆嗎 看起來是有的喔 那這樣算是有中文標 但是真的看不懂 我有買一個 臥蠶筆吧 然後跟一個是眼線翼筆 那它們呢 我看起來 它們好像是致敬花洛莉亞 我不知道花洛莉亞的價錢 還需要被致敬 是不是 這個是 01號 這個是02號 它們是29塊 看一下臥蠶筆 為什麼是綠色的 喔 它應該要是灰色 但它是綠 這個綠是大家也看得到 而且它有點露出來 它就是應該是要拿來畫臥蠶這一條 給它綠色 應該沒事吧 應該不是變直吧 應該是調色有一點點調錯了 就畫吧 看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平常會這樣 OK 就是眼睛下面有一點點小小發霉的感覺 拜託不要真的是發霉 我求了 我求了 不安欸 就是充滿了不安的感覺 為什麼我要這樣對自己 為什麼要買那麼便宜的產品來試 但你知道嗎 我沒有拍影片 我好像自己撕下來 是會撕在我自己臉上 因為我很好擠啊 接下來的話 就是它們眼線餅 會跟花洛莉亞一樣好用嗎 它已經有點露出來了 你知道我的露什麼意思嗎 有沒有看到 它不該出色的地方也出色了 歪 然後 哎唷 筆的部分是挺順 畫出了 my bad my bad ok 好 現在我們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意見欸 就是個not bad的感覺 yo 欸我是沒有買睫毛膏 對不起欸 我剛剛發現我沒有買睫毛膏 遮一下遮一下 ok 啊我不敢相信我居然沒有睫毛膏 讓你們失望了 但是我現在先把睫毛晃 我再回來 好的 眼線的部分其實 真的是not bad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來進入 腮紅 跟修容的部分 先來修容好了 多喝水耶 我真的不相信你們每個人 每天都有喝到2000cc 完全不相信 你如果真的有 我相信你 但是我不相信每個人都有 ok 2000cc根本就是什麼不可能的任務吧 好 好 這樣會不會有點太直接 啊算了啦 其實這個 這個也蠻直接 我還很喜歡用它致敬的那個版本 那就是 四色收容盤 它上面寫sweet mint 49塊 這個包裝的質感其實 感覺差不多欸 跟它原本那個版本 它還有鏡子耶 不可能欸 鏡子是糊的嗎 我來看一下 ok 很清楚的鏡子耶 那就是49塊 真的只能說 not bad 就是做自己的包裝嘛 我這顏色看起來真是特身 我只能這麼說 嗯 粉質看起來很容易卡色 還是應該用大隻的刷子 才可以避免 顏色卡的太 集中 稍微嗎 稍微 我是不是其實沒買打亮 欸我錯過好多東西 I'm so sorry 有啦 有點東西好嗎 有點 真的是刷子好用 這個刷子 拿來修這種很自然的 陰影 perfecto 天啊 這修容好好看喔 ok 然後我接下來要進入 冰影的修容 那我們就用上面這個 比較偏灰的顏色 它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用裡面這個 這個灰色 稍微再眼睛自己 這樣修會看起來 就像外國人 聽網路上說的 定妝蜜粉 這塊看起來很恐怖 遠看 是不是沒有到很恐怖 近看蠻恐怖的 來 有沒有 顆粒超大 oh my god 好睫毛膏的部分 是我自己個人問題 這邊的睫毛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的睫毛就是好像有點討厭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是不是有把它們燒斷幾根 這邊總是不合作 這邊總是看起來就是還ok 那 那我沒有打亮 我居然沒有買打亮 這邊這個 算是打亮吧 它照理來講是打亮 有 雖然有點chunky 就是粉質 就是很粗 但是它的確應該要是個打亮沒錯 所以我就要拿它來打亮囉 欸不對喔 它有腮紅 抱歉 抱歉 它的包裝已經露一點腮紅在盒子上了 那這個包裝的話應該不用特別跟你說 就是 其實我都沒有說 你們就自己想一下 心裡知道就好 也不一定要寫下來好嗎 我們就算了 它是濕鏡誰呢 I know you know and that's fine 好然後 就是三色的腮紅 如果你今天完全沒有認出這些彩妝品是誰的話 你可能會不知道我一直在那邊停頓什麼 ok 但是就是三色腮紅 然後我自己呢 今天應該是用這個 因為今天是比較暖的棕色 我來試試看用這個刷子 沾沾沾 刷刷看色 是蠻顯色的喔 本質也算是蠻順的 敲敲 我真的很敢上欸 我的天啊 可以耶 可以 OMG 這個刷具的這個形狀 I like it 腮紅沒啥問題耶 而且還好像還不錯 沒有就是特別的卡色 卡色就是有時候顏色 會上不太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是 not bad 真的是not bad 然後再用 我剛剛說的這個打亮色 來上一下打亮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ok 顏色上不來 沒關係就是一點點 我們如果只是要達到 打亮的效果 We got it 有沒有 有喔 但是粉質 粗細度沒有很好 你需要上蠻多層 才會讓它有一點點顏色 但就是這樣子就好了 其實就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就用手指頭在中間 點一下 ok ok we are pretty 我覺得還蠻美的啦 真的覺得不錯 其實差不多我們最後的步驟 啊我們剛剛腮紅盤多少錢來整 腮紅盤39塊 沒有要做任何其他的comment 好然後再來的話是唇筆 看得出來它在致敬誰嗎 而且它的名字 它的這個色號名字叫一口餅乾 你知道我會需要它的 你知道我會需要它的 然後就是長得近乎是一模一樣 顏色好像 這個我覺得是偏深啦 我覺得有點深 稍微厚重 但顏色很顯色耶 Let's try 超顯色 超顯色 它的質地是很粗 粗顯色 有辦法理解我在公殺會嗎 好險我這個人就愛厚唇 所以我就愛畫厚 除非哪一天開始流行包唇了 ok 但現在流行的就是厚唇 ok 表現得很不錯 這個遮蓋力是非常強的一支唇筆 它多少錢 它多少錢 欸 它要29塊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已經偏差了 29塊不是說它居然要29塊 是比起 這個遮瑕液是13塊 它我一開始腦袋是想說 這個如果13 因為唇筆比較便宜一點嗎 比起其他產品 因為它量比較少 我的概念 對不起我的概念 說不定我的概念是錯的 我以為想說這應該是算10塊或7塊 結果 居然要29塊 我這樣講整個好偏差 我的天啊 整個金錢觀全部被打亂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來進入最後 也就是我們的唇膏 唇膏呢是 絲絨唇釉 它也是PLPL這個牌子的 多少錢 25塊 它比唇筆還要貴 腦袋爆炸 想必它應該長得像 它是唇泥 它其實沒有長得像任何人欸 其實我以為它會 但是硬要說的話當然就是 你知道的 它酸得很緊 我的色號是03號 很甜的味道 它的顯色度 非常的顯色 然後非常橘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都買了什麼顏色 喔超橘 我只能說我沒有一個很大的唇泥感 它就是比較像是液態唇膏 但的確是偏比較慕絲霧面 所以其實 其實就是還不錯 那我剛剛其實忘了講 這個 我居然買了定妝噴霧 然後沒有買睫毛膏 然後沒有買打亮 就是可想的是 我當初在下單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OK 我看到這些價錢 我就是已經先下風了 那這個定妝噴霧 喔 35塊 我希望它只是水 單純的Water 好像我也有看過它的包在哪裡 但是我自己沒有用過 所以我們來看 噴頭細不細 喔很香 一般般的噴頭 那我們來看看齁 因為我現在妝看起來挺乾的 然後挺粗糙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改變 喔好像在洗澡的感覺 但是其實噴得蠻均勻的 它是那種均勻的暴力 暴力的很均勻 Do you wanna know what I'm saying 就它不是出來 就是一柱 然後直接往你臉上一個區塊噴 它是很大一塊 然後水柱很大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掃下來 OK 那就是我們整個妝容完成的部分 我們來個靜拍吧 好了那就是我們今天影片 我們來講評一下今天的產品 也就是底妝的部分 救命 我會直接讓它入垃圾桶 整個OK 就是這裡各種卡妝 然後 好啦其實沒有到就是超級無敵 無敵慘 但我覺得我不會再特別再去用它一次 但我對於這個 玻璃的這個瓶子感到還蠻 覺得有誠意 OK誠意 然後這個也是 但是底妝的部分就先不要 然後定妝蜜粉 我其實感受不得出 它到底好不好 厲不厲害 但是從裡面這樣看 它的粉質啊 稍微粗一點 裡面就充滿顆粒跟空氣 可以看到嗎 可能不 這個中間你可以看到中間有很多孔隙 那正常蜜粉 比較細緻一點的 就會平平的鋪在上面 這也有可能是我雞蛋裡的挑骨頭 但是呢 眼影盤的部分我就會覺得說 還是不要 當然我今天完全不推薦我今天買了任何東西 光是價錢的部分就是讓人有所思考 我個人覺得為了大家的安全 除非你今天真的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非常辛苦的人 但你們還是有需要化妝的一些部分 或者是你只是一時之間需要化妝 買這些東西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是平常每天都會化妝的產品的話 我真的覺得大家還是要去買比較安全的東西 那我今天拍這支影片真的 我自己拍完我都覺得意義何在呢 那就是我真的就只是很好奇這些產品用起來會怎麼樣 然後真的讓我非常驚訝的就是 你真的化得出一個完整的妝容 我沒有很想實測給大家看 你知道嗎 就是這支影片關掉之後就是卸妝時間 我通常都會實測的 就是通常就算沒有跟你們更新實測 但是我妝都會帶一陣子 但是這個妝我並沒有打算 那我得說今天這樣還是挺漂亮 還是還是蠻美的對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了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有影片的話都會第一個通知你 感謝所有有看到這邊的觀眾沙拉醬們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如果有任何的影片主題想看的 記得留言OK 我還是會看OK 我還是會看OK See ya